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台湾富少李宗瑞被控性侵九名女子案 排高等法院一审认定共八罪 判她合计39年两月徒刑 未来若遭最高法院上诉驳回 李孔操判有期徒刑最高刑度30年 这起震惊社会的性侵偷拍案 检方当初诉李宗瑞涉嫌性侵 包括知名艺人、女魔通告艺人在内的30人 并用摄影机和手机偷拍34名女子性爱过程 求刑266年6月 合并执行有期徒刑最高刑度的30年 台北地院只认定9人被性侵 15人被偷拍 以乘机性交罪判李应执行有期徒刑18年6月 妨害秘密罪判3年10月 恐吓罪判居刑40天可一科罚金 另判赔12名被害人新台币1425万 性侵21人部分则判无罪 台高院审理后痛斥李犯罪恶劣 胆大妄为 撤销北院判决 改认定李队14人性侵 是9人偷拍 依乘机性交 强制性交等罪 将李重判79年9月 执行有期徒刑满贯刑度30年 案件经上诉 最高法院认为 李宗瑞被控性侵9人触犯10罪部分 判处事实与偷拍光盘内容明显不同 发回高院更审 他性侵5人部分则不会上诉 与另5起偷拍案合并执行20年确定 李已入肩服刑 发行刑事实与 未经许可,不得刑事实与